善献祈请分 第二 这时 众僧中德高年长的须菩提长老 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斜披袈裟 偏袒着右肩 以右膝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 虔诚恭敬地向佛行礼 并对佛说道 世间稀有难得的世尊 佛善于护持眷念诸菩萨 善于父主指导诸菩萨 世尊 倘若有善男子和善女人 发愿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 那么他们应如何使这个菩提心常驻不退呢 如果他们起了妄念的时候 又要怎样去降伏他的妄心呢 佛陀佛善于护持眷念诸菩萨 善于父主指导诸菩萨 你们现在认真的细心静听 我将为你们宣说 善男子善女人 发愿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菩提心 就应该如此这般的保住菩提心 就应该要这样去降伏妄念心 菩提回答说 好的佛陀 我们都乐意欢喜地聆听您的教诲